陳志祥 菊子 各位好友,我徐格林 歡迎大家來參加 Cat 庫町 今天會保持比較輕鬆 因為要吃晚上很多 不要太多壓力 我說的題目是醫生解碼 我們一開始先來看一張圖片 因為這裏上面的普通班有來最多外科的人請給我手一下 好 不這麼多 好請 還有人沒聽過 所以我再說一次 但是這次比較簡單 這是什麼 王來 大家都知道王來 好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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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一張 第一次看到的 你們可能比較早前看得到 坐到後面比較早前的 我現在要解釋一張圖是什麼東西 這是我 我過時有在帶小朋友圍圖 小朋友是學零錢 我叫他們為王來 就這樣整個轉起來比較好 請問你們算得出來 知道已經就不用說了 這裡面有幾個王來 我給他20分鐘 學王來 小朋友剛才那個王來大家都知道 叫他學王來 我那個額的題目是這樣 是說跳躍心思考 就是你頭一次有一個東西 第二個根據頭一個你做改編 第三個根據第二個叫做改編 再編一次 這樣就變幾個水材裡 小朋友在20分鐘裡面有的 請問這裡面有幾個王來 可以右看看嗎 兩顆 兩顆 還有呢 還有其他的所 右看看四顆 好 打四顆 你說看看 大顆 大顆 對 比較像王來那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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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還有 這個 其實這裡面 七八顆都有 看不出來 我先跟你說 這個 小朋友頭一顆 他卻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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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下看是不是就變這樣去 因為王來上面有那個是什麼 蝦子嘛 蝦子散開 那好轉就是太陽 所以第二位 他覺得這不夠過癮 所以他再跳一個比較 比較有意義的 並做這個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右看看沒關係 右不對沒關係 時鐘 時鐘 時鐘很好啊 我美術老師 我不是數學老師 時鐘啊 那一支一支 哪有那麼多支 時鐘三支而已 那麼多支 王來就跪了 對不對 但是所以他怎麼 那一支一支 有的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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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時鐘在走 還有這個 這小朋友說 現在21到多少 時鐘是多少 24小時的時鐘 他這是24小時的 沒有這27小時 你有看到 誰到27 2627 123這樣 學零錢 不知道時鐘 到底幾點鐘 但是他就下船 意思到了 意思到了 對不對 披薩 這割完之後 他就想著 這樣又不夠過癮 這看起來像什麼 像披薩 我們吃的披薩 所以再放一下 籤子在那裡 等著吃披薩 再來呢 那時候給我 一支手 吃啦 那時候 如果普通的老師 就說 我叫你外公來的 那你給我照 是要做什麼 但是我這個老師是 你要想 我就給你什麼 照 好 給你照 那他就位 最多手臉的 那是什麼 那是披薩 要怎麼看 這幾顆披薩 不是 這只有一顆披薩而已 不用算 一顆披薩而已 怎麼看 這披薩是一顆 來 來 動動腦喔 你要吃飯前 到時候腰 血液 沒有在頭 會不會睡 沒關係 讓你們刺激一下 我跟你說 有人閉出來 剛才是怎樣 天氣 天氣 對 你往來 這樣回 拉長 這一片一片 這是什麼 這就是葉子 蝦子 這就是號碼 0123 一直走 對不對 很聰明 我告訴你 很聰明 有的人說 許老師 你解讀太多 你想太多 我說沒有 他這每一個動作 接著一個圖刑都有 什麼 Hint 都有暗示在裡面 前一顆 對這裡 走在這裡 這是邏輯上 有角度 他已經告訴你 在上面看 再來翻試鏡 對不對 他說在這裡 跳太快了 其實沒有 上面什麼 車 因為一台車 車的軌跡 車的軌跡 車載進去 那就是車的 鞭子在 鞭子在 鞭子那時候 你就攤平 對不對 有厲害嗎 還想到 tape 那時候我這十幾年前的 庫庭 那時候還有 tape tape就是 錄音帶那種東西 tape在鞭子 那裡就走出來 有厲害嗎 真的厲害 現在這個小朋友 已經是大學 數學系高材生 他是智商警官 你看你們 你看到 你看到這種 度 有厲害 我沒有解釋 太多 pizza 那時候 我沒有在那裡問 每一項 什麼東西 沒有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人 這個小朋友 小時候就想事情都很認真 一項 邏輯 還有一項 他本來是三度空間的鳳梨 跳到哪裡 四度 加上時間 並四度空間 再拉回一度空間 他在不同的項度裡面 跳來跳去 有厲害嗎 智商高了 會比較聰明 但是這種度 如果放來台灣的小學 美術科 怎麼會怎麼樣 那老師拿到怎麼 60分 同情分數 很可能 天才在我們的教育系統裡面 這樣 我們過去的教育就是這樣 我們的教育 基本上只有兩個東西 哪兩個 死背 第二個是什麼 看你背的快不快 是不是只有這兩件事情 村裡沒有這樣 他沒有叫你十塊 還有什麼 叫你背的內容是什麼 國民黨的宣傳品 那不是 他去編造出來的 歷史故事 歷史故事 要跟他講 那就是他的宣傳品 思想教育 三民主義 這不是他的思想教育 對啊 你再試背 看背第一名 就可以做公務員 是不是 對不對 你就進入他的系統 他就保證你吃青 很可能 你就去背的東西 背之後 腦袋被僵化之後 所以這個小朋友 後來去一年級之後 哇 死了 有一天回來找我 他就很少的鳳梨 就是那種很像的鳳梨 你知道嗎 只能從一個角度看鳳梨 那種 完了 教育把它毀掉了 把它做做罐頭 進入工廠變成罐頭 我的小朋友變成罐頭 我跟他父母改歲不好 我說你小孩子是天才 要好好把財貨的 趕快把他送出去 他們背部 他父親是 不好意思 我名字給他塗掉 因為父親是股市民人 很好起來 但是那腦袋的僵化 一樣 說不行啦 你黑肚要做什麼 把它補濕 補來補去 補到補去 什麼都不是 他本來是很聰明的 你怎麼給他 教育教育 教育到 這就是我們的教育 講到教育 我就要講到老師 我常常每一次都會講到老師 教育裡面 什麼 掌握者 當然是教育部 那個系統 幫你關桌 但是執行者 老師嘛 我講到老師 我就必須要講 我以前的事情 我以前在美國讀書 我在東岸中讀書 我讀藝術研究所 那個學校應該很好 所以研究所裡面 都做了一件事 在每一學期 藝術家 我們在那些藝術系的學生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堂擺出來 我們畫完就畫 當作作品集這樣擺出來 他們會去世界找出名的英國 法國的出名的藝評家 坐在那裡 餐廳這樣坐在那裡 然後在那裡改水 他們就要批評 他們叫Art Critics 說好說不好 我記得第一年 第一學期在去那時候 我堂擺出來之後 日本教育就站起來 那個叫做那時候 田中 不是那個中理期 他以前討勞 就是討勞 日文討勞 討勞大學的美術系的院長 說你不要去那裡 去那裡 我怎麼看就知道 實際上我那時候還沒去那裡 我那時候 當完兵做完事出國 去討研究所 幾年 最後去討研究所 要去點就點出來 我經常跟媽媽說 老師今天把我漏氣 說你不要去那裡 為什麼 你的顏色裡面 你不認識顏色 你對這些顏色 沒有了解 相當他看就知道 那一段時間才說 但是我媽媽知道這段時間 馬上 那個暑假說 你把我回來 我給你送去歐洲 去旅行一次 去看看 現在 我回來後 我就跟著台灣 一個旅行團 去歐洲十幾天 這樣玩 就是義大利 羅馬 義大利 法國 幾個歐洲國家 這樣走一段 頭一段 走到 那個團裡面 大部分是什麼 退休的國小老師 你知道 當國小老師 既就你也師專筆 還是師大教育師 什麼師 照著做老師 對不對 那幾個知識 隨著都很高 我們就整團 我想說去歐洲 跟這種的 做主要去歐洲 應該不錯 不想說 我們頭一段 在羅馬 的梵蒂崗 羅馬是一個國家 但梵蒂崗是另外一個國家 那是一個 教皇大 的地方 沒有多少人 但是他那裡最出名 聖彼得大教堂 來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下一張照片 裡面有起床聖彼得大教堂 請我走 有人 好 好 漂亮嗎 我們沒有起床 直接看到什麼 第二張 有漂亮嗎 很漂亮 這是從教堂上面看下去 這青菜一個 一線 外外 三個人高 三點多公尺 一個雕塑 在屋頂放的這 這 三個人高 這看下去 樊底港看出去 中間那是一個環抱式的 沒有 尼尼射一下 來 下一張 你看 人跟這建築的比例 你看看 你到那些人是這樣 那小 上面的雕塑 是那麼大的 三個人 還那麼多 還那麼多 不計 這是他們廣場 這是十六十七世紀 蓋的 舊頭 那時候沒有那個 沒有鋼骨結構 舊頭去貼起來 嚇死人 我告訴你 這是完全靠上 上面的建築 蓋起來 沒有那個 按摩圖 那也不會蓋 那種褲子 十六十七世紀 那時候 羅馬 義大利人已經蓋這家 蓋百多年 蓋好的 厲害 下一個 這裡面 Interior 你看 這裡面有一個 教訓的座 教宗在這裡 裡面有座 前面有座 宏醫主教 在崇拜的時候 這一個 都是一個 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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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神庵 神庵 這有一個 雕塑的放在這裡 這雕塑的這裡也有 這裡也有 你看 那四個都雕塑 中間都金子去 去 去做 上面都是土 下一張 這是 你對一個 另外的角度 光線 自然光一拍 不給你開電話 自然光一拍那時候 很漂亮 這都雕塑 你看 放在那邊 上面還有一個 整個 這是古早的 那是大理石 那不是木雕 那是大理石 代理石 放在上面 attach在上面 再來 你看 好像那些 天上的光照下來 這人的高度是這樣 在那裡看的是 雄尾 對不對 那時候 還會背過去 你看到那些景象 你就是 敬畏 對不對 awesome 你會覺得 很偉大 對不對 再來 這裡面任何一個 你生一個地方 就有這種地方 你看裡面中間有圖畫 到處都是 大理石的雕塑 那是很漂亮 栩栩如生 再來 Piatas 這是 瑪莉亞 Holding Jesus 以前 十字架 等一下我就要 基督教解碼一下 不然你 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 老母 Holding Holding就是 抱著他自己 死掉的 兒子 在 人的關係裡面 他是他兒子 但是 他是神 後來三天以後 他復活 證明他是神 這是 是relationship 是在人的時候的relationship 定十字架 被虐待到死掉 在秋頭 這樣 這個是一個很悲傷的一個情況 他很有名叫 Bernily的作的 一個雕塑品 還有下一張 這個 剛才那個雕塑家 作的另外一份 這是希臘的神話 就是說 一個女子 追求一個女子 後來那個女子 變成什麼 素 要追求到最後 碰到他之後 他就變成素了 沒有Enjoy的招 這個人 你看他的手 到最後就變成笑子 笑得緊緊 這是希臘的神話 我不要講太多細節 但是你看 你看他的那個 大理石雕塑 你看許許人 身體 你看年輕人的 年輕人的肉體 你怎麼說 你看 年輕的身體 男生的 你看很漂亮 好 下一張 好 下一張 這是聖彼得大堂 旁邊的一個 叫Sistine Chapel 是一個小教堂 這裡面是米開朗基羅在 在 頂 去圍 那有故事 米開朗基羅以前 圍到那裡 那個圍 都不在圍 他也不斷 他要吃問題 他會比較 學徒 帶東西 他的手 把他在上面吃 放在上面 放在上面 都沒有要下去 尾到尾 聽說尾是黏在腳的 襪子跟肉是黏在一起 就要去拔起來 很嚴重 這個實際 還有一張 還有細節 可以再放大 給人家看到一點 細節嗎 看上面 你看 一張一張的話 是這樣圍 以前不是在圍 然後再什麼 transform那個 image 不是再放上去的 狼爹上面圍 這是創世紀 有沒有 Adam 這是上帝創造人 然後手根 這個滿有名的 來 縮回去 整個教堂色彩繽紛 在耶穌生天的圖片 到天堂 上面是天堂 這是教堂的窗戶 小教堂就是這樣 米開朗基羅 喂 十六十七十七尺 Amazing 來 下一張 這是從另外的角度去看上去 下一張 我先停在這邊 看到這個 大家的感受只有一項 就是說 太偉大了 十六十七的人做這樣 結果我後面的 我們的國小老師給了一個 意見 說什麼 這個沒什麼 跟台灣廟差不多 比較大的而已 這幾個我聽 我是 當場我是shock 就是 那個心頭這樣揪 這樣 撈起來 我就說 怎麼會說這種話 這怎麼會比 我們都看過廟嘛 我們台灣廟都去過 都看過 是怎麼比 我不知道怎麼比 只有大小而已 從顏色 從各方面 從思考方面 沒什麼比 我不是在 Despite 不是要看廟這件事情 是說 你不能把這兩行比 那種就叫做什麼 糟蹋 跟人糟蹋 什麼叫糟蹋 就是把本來是很高的位置 把你給你 給你 Put down Don't play Trivialize 把它瑣碎化 Trivialize 把它認為為為不足道化 Trivi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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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downplay 就是把你play down 把你 讓你覺得為不足道 就是把你當作 這個東西 當然女生會比較 了解什麼叫招搭 比如說 你是一個美女 你就嫁給一個 非常不奇怪的男生 就是鮮花插在牛糞上 這種就是招搭的感覺 就是把應該放在那個位置 位階的東西 把你拉到最低層次 想到國小老師也說這位 我也是從事教育的 我就想 是怎樣 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在那個當下 居然是一個很難聽話的走出來 跟人家打倒 把人家的價值去掉 你又是國小老師 你照理說你應該是amaze 跟我感同身的時候 大家正常人都會有的反應 為什麼會這樣子 可能就是恐懼 我猜是有可能恐懼 恐懼是什麼 不曉得怎麼處理這個東西 因為它的存在造成你被否定 對不對 你會看到自己的渺小 當渺小的時候怎麼辦 第一個 可能ignore 第一個就是把你put down 這個也沒什麼 對不對 這個算什麼 大家很愛這樣 看到偉大 我這次 抱歉 我真的去美國又是這樣 看到美國外線利益很大 我跟其中一個團員說 你覺得怎麼樣 這沒什麼 這我四個都 我世界 大約都起床 這沒什麼了不起 我說你這句話說的太簡單了 你是看不到還是怎樣 我不知道 但不要跟你說了 就是沒辦法跟他講 這沒有溝通的空間 我就stop conversion end 對話結束 這個國曉老師糟蹋這件事情 不是 它只是一個開始而已 直接開始而已 繼續 再來 都去美術館 去歐西美術館 到法國歐西美術館 也是啊 我一進去我都看到很多漂亮的東西 喔 四個都看了 很開心 進去美術館 我差不多兩個小時都閒不夠 結果他們一整個就衝在咖啡店 等到我看了 走到咖啡店他說 你怎麼再來 徐老師怎麼這麼久 我說我在看 那種工夫那種 我們在這裡喝咖啡 我說那東西你都沒看到 小店就要買啊 book store去買一本就有啊 喔 你在台灣買就有了啦 根本不用跑到後面去 去後面去看原作 欣賞什麼是original 真的跟假的不一樣 真的跟複製也不一樣 你看看原本那個 才有那個價值的意義 除非你看不到 看不到那對你來說就沒有意義 對不對 那當然你去喝咖啡 喝咖啡對你比較有意義 對不對 在那開工對你比較有意義 那種東西對你來說沒有意義 對我來說很有意義 所以我又把時間外的精神 花在那部份 再來我們到法國 法國的導遊剛好是一個法國美女 她也很注重氣氛 她就安排說 這樣晚上我要去聽歌劇 聽歌劇之前我想安排一餐晚餐 法式耶 那你請著正裝 穿西裝達靈 帶女生穿晚禮服 出團之前就說就要準備了 結果我們在車上 不管要去吃正餐那時候 團員在那裡發 台湾有人就說了 撞不住了啦 我們要吃中餐 要吃什麼法式 我們撞不住了 那那個導遊就有腦子 說好啦 法國人也撞不住 好啦我帶你去吃中餐 結果他不知道在哪裏 什麼牽涉 中國人開的餐廳 一機來吃到大蒜味 大家又跑來去 格局院 那味道都賣黑 你知道嗎 前面一個小時 你看到是中餐的場景 再來就跳到 這個叫很跳痛 你知道嗎 這真的很跳痛 歌劇當然他也聽不到 所以一開始 他們看到水水是當然 很亮 舞台效果很矮 但是沒幾分鐘 開始多久了 因為剛才吃了很多 就開始拍鞋子 拍鞋子 拍鞋子 開始鞋子 鞋子 鞋子 鞋子到外國人都這樣 回來 我是覺得很減少 跟他們坐在那裡 很想要趕走 到那裡上海 他們最開心 這團要到目前為止 他們上海就是購物 買東西去Gucci 去以大利有Gucci的總店 走來去買 買東西 不然去瑞士的路來 都把它掃掉了 那時候就是 我們台灣經濟不錯 那時候 沒有品味 到那裡上海 那裡上海 是給模仿 上空舞秀 那真心很好的 幾團的人 對台灣的眼睛盯著看 這就是我們的 高級知識分子 很難說 我們台灣的教育出來的人 是這樣的 他的能耐是欣賞這種東西 不然我就欣賞這種東西 我們的教育有問題 當然出大問題 這種人來教我們的 你們有問題嗎 當然也有問題 不是只有有問題 我們整台人 整代的人被弄成這個樣子 這裡面我看到有一個問題 我倒過來想說 奇怪 那時候那一本人 那一早就看到我的問題 為什麼他看我的道 就知道說 你這個人用色有問題 沒有去過歐洲 我跟你說 還有一個小差距 我那團裡面 另外一個老師 比較有Sense 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很有Sense 但是他是比較有Sense 所以剛到法國的 第一件事 他做什麼 他說 他說我台灣帶來 衣服在這裡都不會 他就趕快跑到一個法國店裡 把衣服都換掉 出來他才覺得比較舒服 因為法國的環境 室座的環境 跟你穿的衣服是不會的 他覺得自己是外來的 馬上換衣服 很有Sense 等到回來 桃園機場那時候 又開始了 這又不對 有法國的衣服在台灣 又沒辦法穿 趕快把它換回來 他就是很敏感 對視作為東西 很敏感的一個Lady 我叫他Lady 其他我就不叫Lady了 像講到這個就是說 這個女生Sense到這件事情 可是那個教授更厲害 他看到我的道 就知道我沒有去過歐洲這件事 是怎麼看出來 後來我發覺一件事情很重要 那叫做解碼 他有法看我的道 把我的道 Decode 編碼叫什麼 Encoding 對不對 Encode 把東西編成碼 電腦碼 先不講 你們不聽 Decode就是解碼 比如說密碼 人家在傳輸密碼 你現在想要知道 二次世界戰戰 日軍要轟炸美軍 人家在解對方的碼 那就是把你的code 把它解成 可以打開的東西 我們的道也是 我們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密碼 在裡面 我們現在在講話 我用台語跟你講 還是我用音語跟你講 其實都是表達我裡面的思想 我的思想透過一個翻譯器 把它編成你聽到的語言 讓你聽到 你聽到 你聽到在你的腦筋裡面 還把解碼變成概念 才吸收力 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對不對 這就是一個編碼解碼的過程 這就是我們人的對話 這如果編碼解碼錯的話 沒辦法溝通 比如說男生跟女生很難溝通 一個是在感性的訴求 一個是要解決問題 有時候女生說 你只要聽我講就好了 你幫我解決問題該什麼 我聽到就要聽到說 男生就看到問題 馬上要解決了 沒有 我這generalize 不是所有女生這樣 也不是所有男生都這樣子 我只是想說 這個是大家馬上就體驗得到的 就是不同的碼 在溝通的過程當中 那不是一個好的解碼器 或正確的解碼器 正確的解碼器 解碼要怎麼說 台語要怎麼說 解碼的問題 你就沒辦法解讀對方的訊息 所以國小老師看到聖彼得大教堂 那種問題 overwhelm overwhelm就是整個被 好像海嘯這樣把你蓋過去 你不知道怎麼 因為你的解碼器把你那樣 就是台灣的廟裡的那種經驗 所以他想套 他想套到聖彼得大教堂 套不上去 他的限制 講到這個 我可能要講一些宗教解碼 為什麼 宗教 我後來頭比較宗教 有很多種 但基本上我歸成兩類 一個是 人要去找上帝 或者神或者真理 對人出發來 一個是從神下來的 從神下來的 西方叫做 啟示性的宗教 reveal revelation reveal reveal的意思就是 本來是一個黑盒子 裡面什麼東西你不知道 unless 除非你把它打開 let 蓋子把它開起來 你知道裡面什麼 意思就是說 人 無從透過你自己的智力 去了解 這個宇宙是什麼 因為你所有東西都被給予 you have given 包括你的邏輯思考 你的理解能力 對不對 是被給予 你不是那個 那個創造者 所以他有說 除非創造者 讓你看到什麼是真理 人無從了解起 所以你對真理的了解 也是非常limited limited by what by這個上帝要給你知道多少 所以那叫啟示性的宗教 對於上帝跟你說 怎樣怎樣 否則人無從了解 另外一個人要去找 原來人生是這麼一回事 那個比其他人更聰明 所以他了解比較多 這叫enlightment 得到亮光 得到啟示 可是你又沒有辦法解釋 這enlightment怎麼來 對吧 一個是人往上追求不朽 或者真理 一個是真理直接告訴你 什麼是真理 那不一樣的意思 那西方的宗教叫做 啟示性宗教 以猶太教為核心 發展出來有回教 有基督教 有天主教 這基本上是同樣一個上帝 他們在說同一個 但是有人說是三位一體是 耶穌基督聖靈 有的回教就說 沒有 還有在舊約 猶太人就說我也在舊約 那個名字還不來 天主教是說 耶 耶穌這些都 基督教跟耶穌教 跟天主教比較一樣 但是權威不同 不是只有 Bible 天主教還認為說 教宗講的話也是權威 教宗講的話是權威 聖經也是權威 那時候怎麼辦 教宗解釋有權利 教宗如果解釋 就是署罪見證 你要買你就要買了 教宗決定這個聖經的canon 就是包括在聖經裡面 有哪些書可以算成聖經 他也可以有意見 紅衣族就要開會的結果 因為紅衣族就要選教宗 所以這三個都會權威 基督教那個的話 是只有聖經是權威 簡單說 我不會說代作細節 說到這就是解碼 你如果看歐洲的藝術的話 你不去了解 所以我接下去的幾樣事情 都是要告訴你們 給你們一些解碼器 但是我沒有短時間 把你們加到解碼器都看得到 所以我先丟一些給你們看看 待會兒我回過來講基督教 先講這個部分 我在義大利的街上 很重要一個廣場 這個廣場裡面有一個水滴 這個水池上面有四個方向 四個方位 這是在羅馬帝國 在集盛期的時候做的事情 裡面每一個上面有四個繩子 每一個繩子代表一個河的河繩 比如說尼羅河的河繩 還是歐洲的河繩 還是都亞的河繩 對不對 四個世界四極的河繩 都給他縮來羅馬 要表什麼 我要最大 我帝國 我現在開始說帝國 我們要幫帝國解碼 下一張 巴黎鐵塔 幾隻腳 幾隻腳 四隻腳 對 打退 以前有人跟我說六隻 不知道哪一屆的 不過四隻腳而已 講到這個我再講一下色彩 法國人的sense 好到什麼頂度 我告訴你 這個塔上面的顏色分三十色的 三個不同顏色圖的 不是一個顏色對頭 那是台灣人 一定是對頭到尾都一個色 你知道法國人考慮什麼 為什麼三個顏色你知道 我跟你說 你天空越上面越深藍 對不對 它越下面怎麼樣 越淺 對吧 你為了讓它這個巴黎鐵塔 不要三個顏色 所以你就用三個顏色去襯托背後 越深的地方你就要越深 就讓它平衡 所以巴黎鐵塔看起來是一個顏色 有厲害嗎 有厲害嗎 喔 我們擦人家擦 我看200年走不去 在sense上面 300年 可能也學不來 從我們下一代開始要學起來 換掉 你知道嗎 你整天你送到法國比較快 因為那個整個環境的問題 你們有遠見有Vision的話 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為了我們的後代 我們都做市場區隔 待會我再說市場區隔的事情 待會再說 先講完那個好了 好 巴黎鐵塔四個角 代表什麼 也是一樣喔 巴黎鐵塔一八多少年的時候 萬國不然會蓋好的 那時候 一般的人 不像現在可以去那邊 一般人類 人類結構做到那邊的建築物就是這個 一年有 接近百萬的人 坐電腿坐到那邊 一般他多少年的時候 一般人類建築裡面看那邊 看整個巴黎市區 法國人那時候算是很強盛的國家 你知道為什麼過去我們外交的語言 都是用法語 Range 有一度是這樣 因為法語的Definition 因為字沒有那麼多 玩來玩去的 定義得很清楚 法國 下一張 我講就是這個 就是每個帝國 以前的帝國就是佔地為王 我的土地越大越好 在18多少年的時候 不是嗎 就是盡量佔地 他告訴法國的時候 也宣告一個新的事情是什麼 從此以後不光是地的 我們往三度空間發展 我們往天空發展 所以法國巴黎鐵塔在蓋的時候 有什麼 飛船在後面飛來回去 飛船喔 開始進到天空 那時候沒有什麼國家有科技的 當天 你說青朝一八多少年 有沒有做 怎麼知道有這件事情 不知道啦 但是這個宣告 就後來 下一個帝國出來的 就是美國這個帝國傳遺 然後說法國鐵塔已經不行了 它到太空去了 那個鐵塔是頂通到外太空去的 所以它第一個代表人類 過來下一張 代表人類進到外太空 這就是帝國 這是1870年 我們會知道 那個所謂很出名 那時候的紐約 18多少年的紐約 然後再來 隔了30年以後 來 下一張 30年以後的紐約 1907年的紐約 嚇死你 1907年 那時候還在清朝 人家紐約已經是這樣 1907年的紐約 太前進了 太前衛了 法國1870年是那時候 現在美國是一個 英國 新的帝國出來 這個就知道解碼 不然你們看那個看有 巴黎鐵塔什麼意思 看沒有了 我幫你改了 帝國一定會做這種事情 帝國的眼界跟你們一樣 帝國做事情也沒有跟你們一樣 帝國不會因地設事 帝國不會 所以他所施行的一關 法國是 Applied globally 是整個世界可以通行 台灣人的訴訟 是說我個人操作可以改變 事局 那不可能 不要以為我幾個人 在美國選擇 都可以成立一個新的政務 那是不可能 因為後面有一個老大 就是美國 他在in charge 你們就有這種概念 那叫做帝國 那是帝國思考 你不是帝國那時候 你要怎麼辦 我都死過我大兵 你台灣不是死過我大兵 現在是我要去搭一兵 你當然是用帝國思考 我配合為了我的後代 為了我這塊土地上 大的人 要在這裏生團 當然我要搭 時期過最大兵 世界最重要的兩個國家 美國和日本 沒有搭他們要搭隊 要搭隊 沒有什麼好講的 下一張 說到這個 我們來跳到 再下一張 看看 有沒有照順序 這過去 我拉回藝術解碼的部分 視覺藝術 其實你說18多年 其實在不同的領域 剛才是政治界 還是說那個概念 我現在說藝術界 視覺上 因為是藝術界 我幫你們解釋 這過去十六世紀 以前在 剛才聖筆德大教堂裡面 相片 好像什麼 這裡面好像什麼 很像照片 對不對 所有的光線是不動的 對不對 好像咔嚓照了一張相片 那些人不動擺給你看 照下來 那時候是用畫的 我畫至少要畫一個月 不過那個模特兒也不知道擺多久 一直沒有相片 說我相片先拍下來 讓我照顧 不是這樣 很辛苦 那模特兒每天都要 吊石架這樣 給你拍 畫這裡要調顏色畫 下一張 你們如果看這個不曉得 聖經故事是要怎麼看 我也不知道要怎麼跟你解釋 這是耶穌後來定十字架 之後怎麼樣 他在定十字架過程當中 有幾個動作 第一個 他被人家吃到肋骨這邊 他定了當然會流血 這是折磨 以前古時候 羅馬帝國的刑罰就是這樣 把最大惡疾的人 放在十字架上面 釣的那裡 讓他流血流到死 流血流到死 流血流幾個天 對不對 那個很辛苦 所以有的人要 讓他靠好過一日 就拿那個槍槍 以前那個槍 頭前漸漸堵的熱下 讓他更快 不是喔 那時候堵去那時候 你如果是檢查 你有死不死 你如果死後 你的生理水 跟你的血小管 那會分開喔 所以你如果流水 跟火灰出來那時候 就表示這個人奧死了 真的是死掉了 那時候就把人拿出來 這個就是 那時候 耶穌後來復活了 跟他門徒顯現 第三天以後他復活了 墳墓裡面找不到耶穌 耶穌突然在門徒聚會的時候 跑出來 顯現給他們看 門徒一個叫做Dalting Thomas 多疑的多瑪這個人 他就拿手 他本來挑戰 你說耶穌你是運行不運行 你是人還是鬼 耶穌說 要不然你拿拼給我吃 耶穌也拿來吃 魚也拿來吃 那會吃的 這樣可能是另外一個人 耶穌說沒有了 你來看我的探望 我的釘橫的手 我手有空的 你讓我看看 讓你摸 這個地方 為了這個地方 哪些人叫做Caravaggio Caravaggio是一個滿極端的 以後再介紹這個藝術家 但是他那個手真的是 摸到那個桑口裡面 那是誇張的 但是真的是 藝術家有時候 present那個truth的時候 是有點誇張的方式 他真的是去摸的地方 但有一點沒一點把它揭開 OK 那你知道這個story之後 其實他後面有很多的doubt 藝術家有點challenge說 有一點沒一點 當然我要解讀 可以有太多解讀 這個是藝術史學家做的 我要不是 下一張 後來做到印象派 我跟你說 台灣人對藝術的欣賞 就停在一個地方 停留在120年前 印象派 我們現場的藝術品 差不多停留在這個階段 過來就看不見了 什麼時候開始看不見了 Picasso看不見了 下一張 這就看不見了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什麼東西 好醜喔 三個女人跟什麼 好幾個女人 1 2 3 4 5 妓女 Picasso畫的 Picasso畫的 他怎麼畫那麼厚 他如果要畫的話 應該畫很漂亮 我跟你說 這就是立體畫派的開始 立體畫派 有一個觀念 就是我剛才 小朋友真的有夠厚 我告訴你 你在回想你們剛才那個小朋友 畫杯子 我們平常畫杯子這樣 照相 這個角度 但是杯子在時間靜止的時候 你換個角度看 是不是可以看這樣 可以看這樣 都可以啊 是不是 如果這個都是事實的話 藝術家如果說他的責任是 telling the truth的話 那怎麼辦 我都要畫下來啊 我都要畫下來的時候怎麼辦 我只有這麼大空間啊 我要把這麼多角度的東西 都畫給你看 那怎麼畫 就變成這樣啊 有的眼睛是對這裡看的 有的身體 你看他的臉 有的是平這樣看 有的是這樣看 所以 他把不同角度在同一個 大概同一個位置裡面 把它呈現出來 這樣可以看 藝術家以前的問題只是 把東西固定好 畫一模一樣 現在不是 他是把從不同的角度 把這個東西呈現出來 就像你杯子 跟不同角度 從上面 從下面 同時一起畫 下一張 我不講太多 今天時間的關係 這個叫 Saint Victoria's Mountain 就是賽上 皮卡索講過一句話 他說 他這個理理畫 是把一個人偷的 誰 跟誰偷的 他說賽上 誰這樣 那跟賽上怎麼偷 跟賽上怎麼偷 我們就要研究賽上 對不對 研究皮卡索的日記 對不對 也要研究他的朋友 在想什麼 我們再有推敲說 我們跟他有什麼 我直接告訴你們答案就好了 就跟這一次一樣 我們不再讓你們猜了 我們直接講答案 下一張 這是 是紮基賽上畫的 同樣的那座山 他要來晚期的時候 他就搬這個山的對面 給他住一間房 他們家的房子 他們很好 就每天畫山 每天畫山 下一張 他會放大 對 到後來他的山邊這樣 為什麼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發生 藝術家我剛才講過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對現在 Tell the truth Tell the truth 實話實說 我剛才講說 剛才近景 圍的土都好像freeze 時間是靜止的 可是畫家去畫寫生的時候 時間是沒辦法靜止的 我從早上畫到傍晚 太陽從東到西 光線都在換 哪有可能 我如果看了一罐土 我也罵學生 光線不是換的 你是畫早上 現在是在什麼時候 現在是傍晚 你顏色是不是要換一下 老孫剛剛畫怎麼辦 蓋過去 要不然你就分階段畫 就變成這樣了 這在1900年的時候 1980多少年 18909幾的時候 畢哥就看到了 他說 哎呀 對啦 他是把東西固定 時間沒有靜止 你看他調色板調一調 上去畫的時候 光線換了 那怎麼辦 再回來調 畫一筆 所以後來變成琐碎的畫筆 你的畫面變成琐碎的畫面 對吧 這樣看有了 時間變動 物體不動 剛剛皮卡索是 物體不動 角度動 時間不動 觀點 perspective 看的角度換掉 下一張 變成琐碎的畫面 變成琐碎的畫面 到底賽上還是一個 他代表那個時代的一個 很突破性的人 這個人是很高義的人 他就照顧圍著 他只是被他掌握到一個部分 可是還要後繼有人 都把他押忍 押忍跟皮卡索這種人 又一個很聰明的人 再把他 其實idea是一個接一個 沒有一個發明家 不是站在前面的人的發明上面 在往上爬的 對吧 我們的創作 你多厲害 你從頭來的 哪有可能 我們是在人類的歷史上 民政王這也是 論述 你有多厲害 從你開始來 哪有可能 一步一步 每個人的努力 都貼到這樣 一定是這樣的 好 下一張 後來 剛剛那個皮卡索做那件事情 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後來的藝術家 會做這種東西 這跟那個是黏的什麼 怎麼黏不起來 又要解碼器了 來跟你們解碼是什麼 皮卡索做了這件事情以後 告訴你 藝術的觀點可以很多角度 對吧 你看到的方法 可以不同的角度來看東西 對吧 那是不一樣的角度的時候 有人說 我們畫圖就不一定 要在圖畫紙上畫 我可不可以把大地 當作我的畫布 把雷 雷 說的 Thunder 當作我的畫筆 我就插閉了一針就好了 雷打下來就是土 這是一個新的概念 因為他 皮卡索開啟了 開啟了很多門 它開啟了一扇 把潘多拉的盒打開了 妖魔鬼怪都跑出來了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 對吧 這也是一張藝術 黑也有一張藝術 有人說 藝術可以存概念 叫概念藝術 藝術可以用裝置的方式 擺東西也是藝術 conceptual art installation art 對吧 那藝術可以是什麼 可不可以畫我潛意識 所以你看達利的畫是什麼 時鐘攤在那個地方 你們看過達利 時鐘好像扁扁 那就是他夢裡面看到的 他不算抽象藝術家 他叫寫實超現實主義 超現實主義 他畫心理的 畫家另外一個角度來講 因為照相機關技術已經很成熟了 藝術家已經沒有再畫照片的理由了 所以也好 因為相機的技術路來路後以後 畫家就不再畫像不像了 他家要畫什麼 他家要動腦筋箱 那我要畫什麼 那藝術家的創造力 剩下的剩下跌對 我在做什麼事情 繼續維持我要當藝術家 我就要做不一樣的事情了 我要畫相機拍不到的東西 什麼相機拍不到 我要頭裡面想的東西你拍不到 我想像的東西你拍不到 你不能拍出來 現在有Photoshop很強沒有錯 這是我的概念 我的理想 我的純顏色 這些你做不到 所以藝術家 In one sense 從某一個角度來看 他已經 又給藝術家開了很多扇門 藝術家這件事情 變得越來越純粹 pure 就是以前那種功能的部分 跟相機的功能 區隔開來 下一張 有人earth art 就是專門做大地藝術 推土機 把泥土這樣推到海裡面 畫了一個spiral 這都是藝術 用大地來創作 下一張 這個就是抽象藝術 這裡面有些 誰都沒有 所以你不要用具象的解碼器 去看抽象的東西 不然你會出問題 就好像這一次 你不要用權力鬥爭的方式來看 我們民進府的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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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理 law by law 這是我們的整個system 我們今天是因為法理來到 我們是堅持在法理上面 不是權力鬥爭 沒有誰 不要訴訟於情緒 否則你就是用錯誤的解碼器 在解讀我們現在做的事情 不要用利益 有什麼後康來進入這個system 你會遇到困難 很大的trouble 因為一旦誘惑來 你就out 一旦壓力來 你就out 除非you are grounding 你建構你的基礎在法理 真理的基礎上面 你才會騎得知道 來 下一張 Jackson Pollock 195幾年 我是看到這幅畫 跑去學畫畫 我不能來學電腦 後來念器官 商學院 後來到紐約 因為追一個女孩子 朱莉亞音樂學院的 脾氣很壞的音樂家 大吵一架以後 跑到美術館 看到這個畫以後我就大哭 我說我本來就應該當藝術家 我過去在衝想 尋尋覓覓在尋覓什麼 當我看到這個時候 我就全身就投入 就這樣 叫Jackson Pollock 在MoMA的最一樓大廳 幾個年後我再去看 下一張 他就是坡 他也不用畫筆 他整個用壓的 一桶油漆還是顏色 用壓壓壓 壓在頭上 那那個者解碼我以後再講 那這個是Andy Warhol 待會下半檔 我還有幾分鐘 20分鐘 我會不會講太快了 你們跌得住嗎 跌不住就跟我說 我講得慢 好 這是Andy Warhol Andy Warhol他是 剛剛我不是講說 開了很多門 給不同的藝術創作者 這個是consumerism 就是普普藝術 他是要挑戰消費者文化 他說藝術語言好像其想 可以被消費的 瑪莉聯盟路的照片 在當時是被消費的東西 可以換錢 所以藝術家他就畫瑪莉聯盟路 簽上名就要賣給你 那你就要花錢去買 那這種賭現在已經上億了 美金喔 好 下一張 Campbell Soup Campbell Soup是他每天 美國人每一天要喝湯 他就去超市買這種Campbell Soup 每天 等於是他每一天 就好像我們的導遊一樣 竟然有什麼 我不做廣告 反正就是這個 他就要畫出來 他除了做這個還做很多 Andy Warhol是 當時很會操縱媒體的 他本人沒什麼可以畫得到 之後再講 來 下一個 講到這個 好 那我們先 藝術解碼部分先暫停一下 我要來講一個另外一件事 講到藝術解碼 我先來講一下經濟解碼 我先畫一個簡單的圖 因為 講到藝術 我跟你講 你們就畫一個倒三角就好了 你們自己在自己的筆記上面 畫一個倒三角就好 正三角大家都有看 比如說你這個人類的需求 大概有好幾個 一個是基本的需求 吃的 穿的 喝的 第二個是 得到同輩的認可的需求 到最後還是自我fulfillment的需求 是marketing的那個 這個大家知道 可是我畫的是一個倒三角 第一個 你們S字後面寫上 science 第二個字T寫上technology science就是科學 第二個T寫上技術 第三個M寫上market市場 science是什麼 在十六世紀後 他們有一個所謂的啟蒙時期 以為一陣子教會給人打壓得很嚴重 可是有幾個藝術家 科學家迪卡爾或什麼這些人 就很喜歡做 他們發現的科學的研究方法 science research method這些東西 因為這個開啟了一扇門 讓人類全身研究自然 跟人的關係 跟四周的東西 他們去研究了 這就是science 它產生很多by product 副產品是什麼 technology 比如說因為我發現了蒸汽 後來我就衍生了 產生了蒸汽機 蒸汽機是產生了很多 蒸汽相關的 比如說船 各方面用蒸汽來推動的車子 那叫做technology技術 這個技術很多之後 製造很多產品出來 這些產品會湊去market 到市場上去賣 賣完以後賺了錢 再回饋到做science research 這個是modernism 現代主義一個 我簡化了 我把它simplify 但是這也可以給你解碼 它算是一個解碼器 解碼什麼 解碼現在經濟發展這些衝向 一開始人類有science research 每一次都是科學研究 發現了什麼 改變了人的什麼 電腦 我學電腦的 最早的電腦 大概十分鐘做一個簡單的運算 1960年第一台電腦 在我以前的學校 第一台電腦 我以前還沒有電腦做什麼 他們叫做automator 就是一個對於電腦這概念的一個 純concept 概念 數學的東西 推導 它就是 再買到電腦 電腦之後再產生 因為你有新的material 材料科學之後 再製作電腦 運算速度也加快 現在我們的手機可以做這種事 以前不可能 這就是technology 就要拿到市場上去賣 它就create很多市場 進行沒有市場 大量製造的話 很多人開始買 就錢在那邊運作了 運作了 賺錢之後 在國外至少 每一個corporate 至少1% 2%至3%都有可能 拿回來繼續做R&D 一早就更把公司 繼續往前推 然後再製作更好的商品 然後再拿到市場再賣 所以這是一個良性的循環 那時候經濟學家覺得 這好啊 用這套理論的話 人類會一直往前走 人類會一直把我們的困難都解決 這個可以apply到很多方面 包括生物 科技 農業 各方面 所以人類的福祉得到照顧 對吧 所以這到資本主義 另外一方面叫做共產主義 會說沒有 你先照顧人 我們沒有飯吃 你先給我吃 我三隻要有穿就好了 這是完全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這兩個是conflict 是完全互相抵觸的概念 所以一定會打一仗的 所以過去已經打了 現在在收拾 我待會會講一個很重要的故事 OK anyway 這個東西再做 過期我們台灣 我們在這個裡面 上不著村下不著地的意思是這樣 基礎科學我們也沒辦法研究能力 market我們也控制不了 我們只能在technology 製造業裡面有一個小的位置 以前台灣的經濟是扣什麼製造業 沒錯 製造業要的人才是什麼 微微思諾 準時嘛 這就是我們以前的教育 就叫你 我說什麼 你做什麼 百分之百高達成 這就是製造業 我們過期都製造業 那老師是訓練製造業的學生 好讓工廠可以使用 你跟教育在台灣經濟已經發展到現在 我們要開始control market 開始要有brand name 製造品牌 開始要有服務業占80% 那時候你還在用這種老師嗎 發生問題了 所以在做我們現在台灣的教育問題 對不對 我們沒有R&D 我們只要把外國已經研發好的東西 我們拿來代工 華碩是什麼 華碩是Apple公司設計好東西 我們拿來 台機內做什麼 代工 我們大部分都代工 什麼東西我們可以control 沒有啊 技術也是人的 你說我有R&D 是 是在製造的裡面 一小範圍裡面R&D 你的專利是在那裡面 你不是對頭到尾的專利 另外一個你很不知道的東西叫market 實際上最大的市場在美國 你都不曉得它的市場 你也沒有服務業的概念 我們服務業 你現在看過期台灣 你現在去中國看就好了 它怎麼服務你 那時候我們看日本怎麼服務我們 過去我有一些朋友說 他去日本跟中國去做生意 大不相同 他在日本買東西壞掉了 然後他卡一個店去店 店那個老闆快走來 把他換一個新的給你 人家走 說他那時候拿壞的東西給你 不對的 回來台灣之後也買東西 壞掉了 跟老闆說 老闆說你自己拿來換 他就照樣拿去換 然後中國 我什麼時候賣給你這個東西了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聽得懂嗎 這三種完全不同 對什麼叫服務這個概念 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就是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 它對於什麼叫做 它對資本主義的這個system 還不了解 這個國家對這個還不了解 它還維持在過去那種 民族主義 共產主義 要征服全世界 它還在停留那階段 說就多 我就要說另外一個故事 我講的故事都很有趣 你們慢慢聽 聽得懂就聽得懂 聽不懂就算了 以後再慢慢溝通 但是因為你們是高級班 以後都是做leader Leader Leader就好 Leader的腦袋 不是Follower OK 因為很多人要Follow你 所以你的腦袋必須要跟人家不一樣 你的循環也要跟人家不一樣 越戰 我講越戰好了 越戰就是美國跟越南打仗 有些美軍被抓到越南的俘虜營 抓到俘虜營以後 他就 越戰結束 他就回去美國德州 他就背了大包 一個包包 第二天就趕走在德州的一個銀行 把他包包放在過頭 小姐 我要存錢 過頭小姐說 要存錢 要存多少錢 8千萬 過頭小姐聽說 8千萬就怕了 這個可能我沒辦法處理 等一下 我要叫經理來 馬上去找經理 經理來了 先生要幫忙 他說我要存錢 我要坐8千萬 我看看 手拿著看 先生 你不要開玩笑 這是大富翁的玩具鈔票 8千萬 你不要開玩笑 那個推伍軍有說 我沒有開玩笑喔 我這個大富翁的鈔票 在我俘虜營的時候 是可以去買 可以買古巴的雪茄 我還可以吃牛排 我可以買法國紅酒 我還可以得票 特別的service 這個錢是有用的 這經理也聰 他馬上印一句說 是 只可惜 你現在俘虜營已經開了 如果再開掉的話 我很有興趣 要用美金 跟你換這個鈔票 進去裡面享受 聽得懂嗎 聽得懂喔 聽得懂喔 在鄧小平1972年 改革開放以後 改革開放以前 這個就好像在俘虜營裡面 他印了人民幣 在外面沒有人認的 你印1千1萬 對人講沒有意義 在資本主義社會沒有意義 所以他要愛東西的時候 欠東西怎麼辦 他跟俘虜 移物交 移物義務 我有火車 在外煤炭 跟你換什麼東西 大賣 小賣 還是要換這樣換去 移物義務 因為貨幣對他來講 沒有意義 直到什麼時候 開放之後 美國說 好 你要加入是不是 好 玩大風一開始要做什麼 再下一張 我好像用大富翁的照片 你們都沒算過大富翁 來 麻煩你 跳幾張 我看到有沒有大富翁的照片 這個 大富翁的照片 你沒算過 有玩過的舉手 這樣我講話比較有力量 OK 他一開始 你會先 每一個人先給2千 每個繞一圈 還有2千 你可以拿到外面 真的去玩 不可以 你只能玩這裡面的錢 所以 這樣講好了 外面的世界在玩另外一種大富翁 他是有莊家的 鄧小平等於是跟他談條件 人家說好 先給你2千塊 的意思就是 好啦 以後人民幣兌換美金是多少錢錢 給你用吧 你不要以為那是中國人賺來的 那是一開始給你2千塊給你拿 給你算的 那時候中國製造東西 人家沒有興趣 我只對你的原物料有興趣 跟你的未來有興趣 對不對 我是讀你的未來 我把你養大以後 我好用 我有用處 那時候一開始我要講 我要把資金放在你裡面 我要教你技術 讓你學會做我要的東西 這是未來 不然你現在把原物料 我這樣有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所以1971年那時候 我看見面就知道 我如果這樣下去 遲早叫滅亡 因為外面的世界 竟發展到這麼前進 我裡面還在吃飯 吃大鍋飯 還靠盒子 要跟人家生全力鬥爭 那麼傻 所以他很實際 他就是 現在就是談條件 談好了以後 美國就對你開放了 開放之後 先讓你美金兌費率 隨著你划 讓你多少就多少 讓你生 讓你做起來 OK 好啦 現在懂得了解意思 現在問題是這樣 他們買一次算 OK 很好 但是你最好照遊戲規則來玩 你不照遊戲規則 比如說 你叫Copy東西 不夠富製 你叫我仿冒 不要跟我講什麼山寨版 那就是來亂的 我如果要生大鍋 有遊戲規則 你那個就不照遊戲規則玩 你是來破壞我的系統 沒錯吧 要不然我用Government Subsidize 這也是 什麼叫計劃經濟 某種程度也是在掌控市場 我還有很多 透印鈔票 北韓就是這樣 對不對 我Copy你的鈔票 那也是來亂這個系統 你不是進來 在Help整個資本主義系統 你是進來亂 亂的原因是什麼 你要轉型 你沒有轉型 我一開始要幫你 可是你來 你拿我 你從我這邊賺的錢去買武器 還在跟我這邊拉攏其他國家 說來跟我鬧 你覺得對嗎 而且這個中國越來越囂張 讓你賺錢 那是當初我給你賺錢 你現在要拿錢來買武器 還要挑戰我們家的老二 叫做日本 OK 日本說法是一個很模範生 他乖乖的按照資本主義的 遊戲規則在走的 對不對 他是在支援這個系統 但是你以為做大了 並做老三被挑戰老二的位置 門都沒有 聽他在做什麼 我看老大要出名 他是不敢直接挑戰老大 因為差太多了 但是他想當老二 他說日本賺的錢沒有那麼多 我跟你說美國的出手 由日本變成老二 老三再往下降 所以經濟會掉 中國會掉 我不預測 我預測就做 宏觀經濟的預測 我不做這件事情 我只是個藝術家而已 來 我繼續講 因為我學的太多 太雜了 我念那些電腦 又念氣管 又念那些醫術 念那些比較宗教 所以我全部都講 但是 觸避啦 這只是一個解碼器 讓你看清楚 現在政治的現況是什麼 當你這個老三 敢亂的時候 我去把你圍起來 上面書 北韓這幹嘛 你預測他要做什麼 你基本上就是一個closed system 他希望open 美國那時候 凱莉講了一個 是叫凱莉 她講了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Come join us 加入我們 你不要自己 關在門裡面在那邊哭 加入我們 開放你自己 就跟過去中國 加入我們一樣 開放你們的市場 我們會進去幫助你 把這國家做起來 你在那邊亂丟炸彈做什麼 對不對 我們都不希望世界上 有這種來亂的 中國現在是來亂的 他做很多動作都要來亂的 他亂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腦袋沒有改 他表面上改了 但是頭卡 那大概有問題 他 我跟你講他那個錢 除了剛才買武器去仿冒 那個錢還拿什麼 繼續控制人民的思想 人民思想還是大中國主義 還有民族主義 世界要怎樣 他明明就是一個多種族的國家 他不是都是Chinese 他裡面有不同人 所以要把它分裂是最好 照西洋國家看法 我幫你切幾塊 大切八塊是最好 最安全 以後要打仗的話 你要考慮丟原子彈的時候 就在你隔壁 是不是 這是不是比較好解決 核子武器的方法 對不對 就在你家隔壁 看你買起來沒有 對不對 你不用在那邊陷舞陷舞 那不好 對不對 你讓人跟人的距離拉近 他就玩不下來了 我對於這種和平的事情很有興趣 說大家不要再打架了 大家用法理來解決 我只要聽到這個 我嗅到這個味道我就有興趣 過年人 先不要講那個公司名字 有一個做遙控玩具的 包括遙控飛機啊什麼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 然後 我那時候幾年前 我又是踩到人家紅線 我設計一個概念 我說為什麼以後要戰爭做什麼 如果戰爭改成 你知道有虛擬實境對不對 虛擬實境就是實際上 NOIC是我在虛擬的環境裡面 去模擬那個 比如說我要開飛機 在裡面假裝的飛機 我說我要倒過來 使你虛境 使你虛境是什麼意思 好啦 我現在舉個例子 我賽車 我坐在駕駛盤上在開車 但真的有輛車子在跑的時候怎麼辦 我不怕撞死欸 對吧 然後我全程錄影 人不會死掉啊 這概念我在八年前吧 我就跟這家公司講 我說我們玩玩具 反正有camera 那我們就實際上 就模擬那個環境 我camera裝好幾個 就好像我真的在車子裡面開 真的有輛小汽車 玩具模型汽車在山上跑 我們在競賽 這就是很好的遊戲 可是這只是我第一步 我下一步是什麼 這換人戰爭武器怎麼樣 是不是 結果就是現在美國在做的 美國 我再講一個故事好了 我是不是講太多了 現在已經五點了 我越講越興奮 幾年前那時候我看到一個新聞 蘇俄好像有一個潛艇 擱淺在北海還是哪裡 結果 一開始不想伸張 怕說建設 結果裡面真的幾個 一百多個人在裡面官兵都會死掉 很可憐 所以最後 國不中最後宣布了 英國在不到幾個小時之內 把他們救出來 這是新聞 你們會不會解讀 我解讀的時候我是嚇一跳 第一個 英國怎麼在這麼短的時間 可以抓到這潛艇在哪裡 它又可以派人在那邊 又可以到海底 現在簽的時候去把鞋子割掉 你這樣 好啦 先講前面的 為什麼潛艇會卡住 因為現在 對付潛艇的方法很多種 下面可以放漁網 我管你什麼偉大的 我就給你 鞋子都放蟲子 對不對 你潛艇孫兒也看不到蟲子 都卡住了 就 好啦 再講一個 那時候 英國受到通知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們人 那時候已經開始用 無人的東西了 就遙控的東西 它只要 飛機飛到那邊 或者船到那邊 到位之後 遙控器打開 地底下就 放了幾十年的潛水艇 機器人潛水艇就起來 把它尬掉 就解決了 人就被釋放出來 以後的打架也是這樣子 你在看美軍的飛機飛來飛去 裡面沒人 他那個人可能在德州的一個 空軍基地裡面玩 飛機炸掉 再換一台 跑出來 你中國有多少人要這樣子玩 我現在不是靠人在 中國人只要說一句 他們都用量在思考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們後面有12億人 在back up 12億人 so what so what 現在不是用人數 來做事情的時候 你說我們吐口水 都可以幫他淹水 吐啊 來吐啊 吐看看啊 看結果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不要用數量來嚇人 那後來我這個虛擬實境到最後就說 我戰爭可不可以用這個來解決 不要有人傷亡 其實美國現在都做了事情 大部分的百姓是無辜的 真的有權力欲望的時候 只有那麼幾個人 你整個去打打就好 其他人是想過日子 像生日討人類的下一代 你要打仗 你就在一個虛擬環境 大家比科技嘛 大家一個舞台跟你玩嘛 但是玩真的喔 那邊真的輸了 你就要隔離賠款喔 這樣可不可以 大家同時又進展 發展更高的科技 一方面又是這樣子 那是我的夢想 先不講這邊 時間差不多 大家給休息10分鐘 下半段我會還有 很精采的東西 繼續跟大家講 謝謝 請各位好玩 起立 走勒 那邊說五文將 五文將 二文將 一往 二文將 三文將 一邊說五文 四文將